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可是我画完眼妆呢 给你们看一下里面的颜色 颜色美是美的 但是我个人觉得它百变性不多 每个博主中这盘画出来的眼妆 其实都差不多 我就在想哎呀 太没意思了 那最近刚好不是又是情人节吗 我就想说 画一个这种镂坑的桃心 因为我在印象上看到很多人 也有画这种镂坑的桃心 我觉得很有意思 所以今天这个腮红的颜色呢 用到的也是里面的这个颜色 好了那如果你们还想继续了解这一盘呢 就跟我继续看下去吧 第一部分呢先会是它的手臂失色 第二部分呢 就是跟它一起来画眼妆和腮红的部分 最后呢我再来跟大家总结一下这一盘吧 Let's go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一起用这一盘上演试试看吧 今天也是我第一次使用 里面的颜色还是很漂亮的 我想先用这个颜色 它是我盘里最喜欢的 它是藕紫色里呢 稍微带一点这种珠光的 我觉得上在眼皮上打底应该很漂亮 这颜色上在眼睛上里面那种金属亮片好像就不见了 对 嗯 接下来呢试一下这个颜色稍微偏暖一丢丢 是这个颜色 用到的刷子呢是SIGMA的E45 它在眼尾和眼头都很长 范围跟靠近睫毛根 接下来用这个颜色偏棕红一点的吧 加强眼尾 取一把大刷子一起综合晕染一下 再试一下这个颜色吧 这个珠光棕色 就是粉质非常软糯 我呢直接用它来画下颜色好了 是挺显色的 再取一把其他的刷子把下面晕染一下 非常好晕染 稍微点一点点盘里的这个黑棕色 加强一下下颜颜的眼尾的部分 因为今天的妆容比较可爱啊 我想我的眼睛整个就是稍微往下一点 不要太飞了 好 接下来为了让这个眼妆不要太无聊 我们用一下它这个盘里最大的闪片色 还蛮闪的 下颜颜中间 握藏中间的位置 我轻轻的拍了几颗 下面没有放太多亮片 接下来试一下这个颜色吧 提亮眼头 稍微再叠加一点在握藏中间这一点点的位置 好像拍不出它的闪度哎 朋友们 但真的蛮闪的在现实生活中 好了那眼影的部分呢就完成了 事不含简单很无聊 那不如现在呢我去把眼线和睫毛加上 等一下回来呢我们画一个比较有趣的腮红如何 好吧那我就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给你们看一下我画的是九红色的眼线 然后贴了半截的睫毛 贴了半截的假睫毛 我刚才呢去剪纸剪了两颗小桃心 我想今天腮红画这样一条横的嘛 然后把这两个猩猩这样 先贴在这里 刷完腮红以后呢再把它拿开 就有两个镂空的桃心 我不知道这样好不好看 但是我想先试一下 毕竟今天的眼妆真的很简单 最近的妆容呢就比较简单 比较过意不去 我们就一起来玩一下吧 腮红的话呢我觉得用这个颜色 因为我今天非常想用这一盘嘛 多用一点试一点 看这个粉是在脸上会不会看起来很粗糙吧 因为我相信大家已经都知道了 Colorpop他们家现在已经做得非常成熟了嘛 品控都还不错 所以说眼影的部分是没有任何的问题 只是说这一盘呢就是比较稍微偏冷色细一点点 腮红就用这个颜色哦 什么位置 这个位置吗 这样 可能因为我脸上有油脂嘛 它刚才就吸上去 啊 刚说完它 我一个手呢先这样拿着 然后另外一边呢先拍它哦 我的这个监控器就是跟我本身的方向是反的 我脑子反应不过来 你知道吗 太惨了吧 我又没有失败了 我印的这个桃心是个歪的我的天 这是我第一次画这样的腮红哎 哇这个腮红好麻烦哦 我感觉我好像失败了呀 很难说哎 或者这个腮红是不是颜色浅一点会更好看 就我现在这样好像是我在眼睛下面又带了一个眼镜有没有 这样架在鼻子上 嗯 嗯 接下来呢我们稍微扫一点高光吧 因为这个盘子不是稍微偏冷紫色调一点的吗 我想用一下这个颜色多高光 我看一下 我先看下它的这个光泽感如何 我先用它呢点在鼻头上一小线 提亮一下眉骨这边 好像是可以做高光的哎 接下来嘴巴的部分呢 用到的是shelte turberry的这支口红 色号是pillotalk 就是网红色号的 那我稍微去整理一下头发马上回来 好那我们的整体妆面呢就完成了 然后呢很多人可能会问我这一盘flutterby是不是跟这一盘之前出的这个birdie这一盘会很像呢 因为它的包装都是这种比较偏紫色的嘛 其实说实话我觉得flutterby刚你们看了手臂湿色也能发现 它呢其实是比较偏冷色调一点的这种藕粉紫色系 另外的这个birdie呢 这盘呢它是更偏红一点的 其实还是蛮不一样的 给你们看一下它的刷色对比吧 那其实这两盘的区别呢 我就先不跟大家说了 因为我下一支视频呢 会跟大家出colourpop最新这一年里来出的17盘 眼影盘 然后我会把比较相像的几盘呢 都列出来给大家对比一下 如果你想看我之前colourpop的collection呢 就是我一年前拍的吧 大概也是有17-18盘的样子 你们可以去看一下我的这个视频 链接呢我会放在下面 好那我们现在就回到这一盘 就是这一盘它的包装我刚有说嘛 是这种带有一点点那种闪粉闪片的 那它这个闪片好像是会掉的 有的时候一蹭的话手上会有一些这种小的glitter 不过都不是重点 那这一盘呢跟他们家之前那些纸壳包装的眼影都一样 就是打开上面不带镜子 里面呢是有12颗颜色 说实话这个配色挺戳闻 因为我很少有这种表片 又裸又藕又紫又冷色系的眼影吧 所以我之前看了它其实就一直蛮想入的 我之前我跟大家说不再入colourpop的东西了 可是也我失言了 因为他们家出的东西实在是太漂亮了 然后跟着这盘我还有买其他几盘 下一个colourpop视频你们一定要去看哦 这盘呢说实话我真的很喜欢 可是我个人觉得就是 它的那个百变性不强吧 因为它有一些颜色呢 真的就比较浅比较裸一点 尤其是这一块的颜色 那整个这一盘里呢就只有一个大闪片的质地 这个闪片我觉得好像比之前的闪片做的好一点 它不太容易掉 好像稍微更黏一点 然后我觉得这个亮片色蛮好看的 是点睛之笔吧 我觉得如果这一盘没有这个亮片色 可能会有一些无聊 那另外这一盘眼影的粉质呢 就是colourpop他们家一贯的那种粉质 我觉得还不错性价比非常的高 但是我觉得它并不能够跟那些更贵一点的眼影盘比 比如说Anastasia Beverly Hills他们家的 或者是说Natasha Denona他们家那几盘 真的这个价格来说呢 它的粉质是非常非常好的 然后今天我的腮红呢 用到的是这个颜色嘛 虽然说它在盘里面看起来好像很裸哦 虽然我的脸是稍微还带一点粉色调的感觉 我觉得还蛮好玩的 然后这个颜色呢 我有用它来做高光 我觉得也是完全可以hold住的 然后这盘其他的颜色看起来就跟在盘子里差不多 我非常喜欢的一个颜色呢是这个 就这个颜色它呢是在雾面里加了很多那种小闪片的 但我觉得我对它的期待太高了 因为这个只是在盘里和做手臂试色的时候看起来很闪 像我要是用刷子的话去刷 我估计因为刷毛来不再抖动 就把这颗眼影里面的闪片呢全部都抖掉了 然后在眼睛底部就不会有那种闪片颗粒了 所以说这点还蛮遗憾的 但剩下的就没什么好说了 应该没有什么其他特别的点啦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所有内容 非常感谢你们观看我的视频 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视频 请不要忘记给我点赞或者是订阅我的频道 也不要忘记follow我的social media 在这边 那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 如果你们要订阅我 记得订阅我哦 因为下一支呢会出colourpop的一个 新一年出的彩盘的集合 好好好我不废话了 那非常感谢你们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